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映昌的脸色不大好看 立如松沉吟不语 坐在椅子上的阿斐 双脚晃呀晃的 她仰着脸问道 师兄 你是不是害怕呀 一语便涨红了脸 额上的青筋迢迢站出 争辩道 守戒不能算害怕 守戒 出家人的事能算害怕吗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 什么道赦尊卑同科 什么祥尔二十七戒之类 引得众人都沉默起来 营仗内外充满了尴尬的空气 宋映昌打断义语的喋喋不休 好了 既然义高宫不愿意进城出妖 那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一旁的义语听说不用进城 点头如同小鸡卓米 他自知理亏 十分大方地表示 提供铲除妖鬼所需物备 营中参将 人手一支真武祥摩佩 另外又奉上一千金刚服 一千斑山服 三千破鞋服 最后称 连锐行军 仗气入体 拉着阿斐提前离开 牡丹丰恶战 平壤攻城战 加上随后的巷战 这场明军攻打平壤的战阵 厮杀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 其中 牡丹丰两千多的守军全灭 守城的倭寇死伤五千余人 而明军战损伤亡人数 只有两千五百多人 平壤城池虽然功可 但是小溪行长依旧占据城中修建的各个图堡 抵抗意志极为坚决 进入巷战以后 明军的大炮架不进来 反倒是窝人精善的火神枪和大桶得以发挥 城中又有妖鬼之患 局面亦是僵持不下 宋应昌对李如松说道 怎么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即使没有妖鬼之患 我也不准备继续强攻下去 平壤城中多有图堡 倭寇依托民居和高大石墙反击 一手难攻 小溪行长手中还要近万人 士气虽然低落 但因有哀兵自态 一味强占 我就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 我准备写一封信送到小溪行长那里 就是我们想要的只是平壤城池 愿意以天朝上国的信誉担保 让一条路出来 放他们出城 然后一人蛇出洞 将他们一网打击 宋应昌解口了 李如松一愣 他未尝没有这个想法 只是 估计宋应昌文官出身 对此抱有异议 没想到宋应昌比他还狠 金略大人 此举恐怕有损我上国威名 兵不厌诈 怎么 李容马多年 怎么还有如此玉幅的想法 宋应昌一念胡须 不满地冲李如松说道 李如松眼神一正 随即露出笑容 哼 大人说的是 不过 小夕刑长不是草包 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话 如果我是他 就会兵分几路 前后掩护交替车腿 后队派重甲抢火力 前队轻装 必要时劣势断腕 如果到时候厮杀起来 我们还是会陷入苦战 所以呢 宋应昌知道 李如松必有后招 李如松走到柳成龙献上的朝省地图前面 手指往下一戳 斩钉截铁 大同江上架炮 趁窝口渡江 拦腰击杀 一名小孝端着红旗托盘 走到洛尚之面前 上面是五十钉黄金 参将洛盛智 率先登城楼 赏银五千两 总棋李延振展窝人大将 后腾嘉义 赏银两千两 李延接过托盘 冲着小孝 微微点头 啊 有楼 李总棋客气 我家五参将 赞你枪法伶俐 有当世子龙的风范 那腰背挺拔的小孝 低声回应 李延挑了挑眉毛 没有说话 旁边却有人插话进来 长山枪火巧 捉舟枪凶辣 二者大相径庭 世人只知赵子龙的长山枪 却不知道张义德的捉舟枪 这本就是捉舟枪传人的忌讳 告诉你家老吴 他这话 脸捉舟枪的不爱听 宋义扛着虎头大枪 身上血污交错 一身消汗 小孝一时语色 李延轻轻一笑 吴老将军谬赞 延愧手 小孝冲李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倒是忘了 李总棋和宋先锋一样 都是捉舟枪的传人 右军先锋宋义 神仙士卒 破城有功 赏银两千两 不必了 我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平壤攻城 我先锋赢折损最多 这些银子拿去抚恤我赢下的兄弟 宋义一脸冷硬 场中受赏者三十二人 怎么听这话怎么别扭 洛尚志冷笑一声 宋先锋这话可有毛病 大家一起攻打平壤 你先锋云折损多 难道我们弟兄就在一旁甘瞪眼 洛尚志的话说完 立马有个阴沟鼻子附和 就是 大伙一起受赏 就你自己把赏银分给手下兄弟 就我们吝啬 折损士兵提督自由辅恤 用得找你来要买人心 场上一片嘈杂 所以扫尸一圈 等周围平息之后 才淡淡的开口 洛尚将的兵马汉勇 平壤城楼上 斩伤窝寇数以百计 自然不是干瞪眼 不过你曹志平的陈武卫嘛 模样身段都不错 就是缺俩奶子 不然回家带孩子正合适 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那人怒发冲冠 抽起长刀 朝宋义砍去 宋义眼中金光一闪 虎头枪杆 抽打向那人的脑袋 一杆平直铁枪头 从中间插进 拖住了两人的兵器 正是李延 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火爆脾气 这噼里啪啦说完就算了 动兵刃 会伤了袍子情义 烟钩鼻子率先抽回长刀 宋义能战 三军出名 他出道的时候已经后悔了 幸亏有李延打圆场 宋义把虎头枪扛在身上 转身便走 烟钩鼻盯着宋义离开的背影 狠狠地骂道 小骂子 众人脸色阴沉 看得出来 对宋义都有怨气 算了算了 甭理他 大伙今天高兴 到我营上来 我请大伙喝酒 洛尚智是京城神机营出身 在这些辽 济 山西 宝丁的参将当中 算是老大哥的地位 他特意拍了拍李延的肩膀 我可是听老吴 把李总经理出的天下少有 你可得赏光啊 等这次平常打下来 你个霸祖是跑不了的 惭愧惭愧 李延眼角一直盯着宋义远去的身影 谋色深沉 这一趟恶战下来 李延与手下百名士兵金属不少 各地参将也认可了这位 镇前斩杀后腾嘉义的李总奇 尤其是在继政官兵当中 李延颇具威名 二十钉黄金 每钉二十五点 给李延提供了五百点炎斧点数 除此之外 李延的杀人如麻也已经解锁了 杀人如麻已经解锁 被动技能 进攻时有一定几率出发杀器冲击 威慑敌人半秒到两秒 本技能为使用某些物品的先决条件 包括但是不限于炎斧传承 消耗品 技能学习卷轴 装备 起物 被注 当你入手一件具有牙字之力的炎斧信物时 它会带给你关于开启牙字传承的线索 牙字 疑犯之恩必偿 牙字之怨必报 试杀好斗 性格刚烈 常被雕饰在冰刃之上 备注 毫无疑问 古战场是获得这类炎斧信物的最佳地点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进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